車開過去 瞬間轟人巨響 車身劇烈晃動 地上經接一個巨大坑洞 沒多久一輛多元計程車行徑 坐前輪直接壓了過去 一秒爆胎 車子瘋狂彈跳 假使沒注意到這驚人天坑 實在被害慘 碰碰 然後車子輪胎又爆炸 後來就慢慢變更大 被視南京西路貴的街口 拔好深夜路面坍塌破了個大洞 原本長1.5公尺 寬1公尺 升1公尺 但道路持續下陷 周遭裂痕不斷 越破越大 讓居民又夠傻眼 當然一定會擔心 因為住在這裡 不好怕我們家倒掉 幾個月前有塌過 然後昨天塌這麼大 很可怕 會害怕 住在這邊每次車子經過 都會有點震動 今年初才出現坑洞 相關單位開挖見識後 認為沒事回田 想不到這次破更大 但一度傳出是天氣太熱 熱出洞 真的是這樣嗎 這個跟天氣沒有關係 因為通常會有發生孔洞 這個沙一定要被帶走 天氣不會把沙帶走 機率比較大的 可能還是在污水管的部分 台北市府緊急進駐 封閉道路 搶修灌漿 後續也要用 CCTV穿管檢測 污水的管子如果有落水 那我們就在管內去做內蹭 若不是污水管破洞 就可能是地質疏鬆 或是河島水位上升導致 但無論如何 道路半年破兩次 還破出這驚天天坑 是在讓居民住的淡戰行徑 記者楊潔 黃玉蘭 台北報導